好的各位同學我們來看一下3-2排列的席座題 來我們看一下例題1 這邊是比較基本的階層的寫法 第一題呢7階層我們可以寫成是7乘6乘5乘4一直乘到1 把這些整數乘起來 所以這樣子答案會是5040 好第二題 這是排列的寫法P10取3 那我們把P10取3可以想成是 我們從10 往下寫三個數字 10 9 8 然後把它乘起來 所以答案會是720 12 那如果不太知道為什麼是這樣子的同學 你們可以把它想成是現在有3個位置 然後有 10個人 要去排位置 要挑3個出來 那所以第1個位置就有 10個選擇嘛 10個人 挑1個 那接下來 會少1個選擇 所以第2個位置剩9個 第3個位置剩8個 OK 這就是P10取3的排列的方法 好 那如果第1題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往下看第2題 來第2題的話是 全取排列的方法數 好 那 這邊他說 學校的熱食部供應的蔬食特餐 然後肉絲蛋炒飯 咖哩會飯 排骨飯 牛腩飯 OK有5種的快餐 那小華打算 星期一到五呢 每天選一種當成午餐 那每天都要點不同的餐點 也就是說餐點不能重複的意思 那第1個問題他說如果5天下來 有幾種不同的點餐的方式 OK 那 因為他說每天都要點不同的 所以表示這5天都會把這5種都點過一次嘛 所以來我們看一下 現在就是有5個位置對吧 1 2 3 4 5 就是這5天 好 那我們要 來 挑我們的午餐要吃什麼 所以第1天 那我就是從5種特餐 挑一種 對吧 所以是有5種選法 OK有5種選法 那假設我選到 好 蔬食特餐好了 那我們先編號一下 蔬食特餐我選A 大A 炒飯是B 法理會飯是C 排骨飯是豬 牛腩飯是E OK 這樣子比較清楚一點 所以我第1天就選到 蔬食特餐 好 那選完之後第2天 假設我 我就照順序選 第2天選肉絲蛋炒飯 第3天選咖哩 第4天選排骨 最後一天 選牛腩飯 所以我們這樣子的選法呢 那就會是第1天5種選1種 那第2天就會剩下4種 第3天就會剩下3種 第4天會剩下2種 最後一天剩1種 所以我們這樣子乘起來的話 答案會是 其實就是什麼 5階層嘛 對吧 OK 它其實就是5階層 120 它實際上就是5階嘛 OK 好 所以如果你看得出來的話 你也可以直接寫5階層 然後 答案是120 好 那第2題的話 它說如果我們把 蔬食特餐跟牛腩飯 排在連續2天 OK 那 它可以調整順序喔 我們排一起而已 但是他們是可以換順序喔 可以先選蔬食也可以先選牛腩飯 OK 但我們要排在一起的話 怎麼辦呢 所以排在一起的話 就是把它當成是 我們是一個整體嘛 所以 我們的想法就會是 我們把A 蔬食特餐 還有這個牛腩飯 就是E 把它綁在一起 把它綁在一起 A跟E把它綁一起 那接下來呢 就剩下BC租了嘛 對不對 BC租了嘛 所以我就剩下BC租 三種快餐 OK 好 那等於是說我們現在 蔬食跟牛腩飯 這兩個綁一起 所以就已經有佔了兩天的 扣打 那 BC租就會是排另外三天 但是因為它綁一起 所以我們把它視為一個整體的話 我們現在其實只有 4種東西要排 對吧 好 那我們先來排一下 怎麼排勒 我們就先把 這4個 這4個組合 我們先把它 排列一下 來叫4階 A1算一種 A1視為一種 然後 BC租 各一種 所以總共有4種 那4個隨便排就是4階層嘛 OK 但是它 題目有特別說 我的 蔬食特餐跟牛腩飯可以 做 順序的調整 所以我的A1是可以換位置的 對吧 那我們換一下位置 我們就會得到了 2階 OK 就是A1去換位置 OK 我這邊是用代號來 表示 OK 那4階的話就是 上面這4個 我們去 做排列 那後面是兩個 換位置 OK 所以我們就會得到 4階乘2階 那答案是24乘以2 叫做48種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58頁的例題3 他說書家上面有3本英文的書 那有4本中文的書跟2本的日文書 那 第一題 相同的語文的書我要排在一起 所以我們需要怎麼排呢 那就是英文排一起囉 來英文排一起 OK 然後接下來中文的把它排一起 然後最後日文的把它排一起 所以我們其實是有3個類別嘛 對吧 好 那所以 既然我們都排在一起的話 那我們是不是 可以 把英中日這3種 語言的書把它稍微調化一下順序 我們先把它換一下順序 所以我們第一個動作呢 來這3個順序先排一下 來3階 好這是 英文 中文 日文 去排 這3種語言的 順序去排一下 OK 那排完順序之後 接下來 他英文書是不一樣的 中文書也不一樣 日文書也都不一樣 所以我們 其實英文排好之後 然後 我們是不是可以把 裡面的3本書換一下位置 對吧 所以我們接下來我們要來換位置 換位置的話就是 英文的 3本書我們換一下位置 叫3階層 那中文書有4本 OK 排一下 那日文有2本書我們也可以排一下 OK 所以這3個的 地方的話就是 英文 3本 跟中文 4本 還有日文 全部去排一下 各個 語言的書自己去排 那最後就會得到我們的答案 叫做 1728種 OK 好 那第2題的話呢 他說相同語文的書我放在一起 但是 我的中文書OK 他的條件是中文書一定要在英文跟日文書的中間 所以表示說中文一定排中間嘛對吧 OK所以我中文排在中間喔 那 我的英文跟日文怎麼辦 欸 表示英文跟日文可以 換位置 對吧 所以 前面這個位置是不確定的 後面也不確定 對吧 所以我可以是 英文 配 日文 我也是可以日文 配英文嘛 對不對 OK 所以其實是有兩種狀況的 OK 所以其實有兩種狀況 那我們在 排的時候 中文就不用管他 因為中文是 在中間的嘛 所以我們先 看一下英文跟日文兩種狀況 所以 2 先寫個2 兩種 好 那假設英文在前面好 那日文就會在後面嘛 好 那 順序 這三種排好之後 接下來一樣要排 每一本書 他在每個類別裡面的 各自的順序 所以英文 一樣是三本 就排順序 叫三接 然後中文四本就排順序 四接 然後日文兩本就排順序 二接 所以最後得到的答案 就會是 五百 七十六種 好的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例題4 例題4的部分他說從1到6 這6個數字裡面 選4個 把它排成一個4位數 那數字是不能重複的喔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只要挑4個 所以我們現在4位數總共有 1 2 3 4個框框對吧 好 那4個框框裡面 我們要從6個數字挑進去 那我們隨便先挑 來假設第1個數字挑到5 第2個挑到6 第3個挑到2 最後一個挑到3 好耶我們隨便挑 那 我們這個挑法是怎麼講的勒 我們就是什麼 喔從 為什麼挑到5呢是從這6個數字裡面挑一個嘛 所以 第1個是6種選擇 挑到5 那接下來一個數字被挑走了為什麼 第2個數字挑到6呢 因為我是從5個數字 挑了6出來 所以是5個數字選一種 好 所以以此類推後面是4個數字選一種 3個數字選一種 OK 好我們這樣全部寫出來答案就叫做 360 好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第2小題 有幾個不同的偶數呢 OK 他有限制他的條件 我們現在要找的是偶數 所以這4個 當中 偶數是 看個位數對吧 所以個位數只能填 對246對吧 所以來我們想一下這裡我只能填2 2 4 或者是6對吧 我只有3種數字可以填這裡 OK 所以我們必須先處理一下這個偶數 來 所以我們用 從6個數字有3種 是符合這個情況的偶數 所以 先確認一下最後一個位置 但是前面的話呢 假設我們現在選到2 數字2 他是偶數嘛 所以6個已經有一個數字被選走了 所以換句話說 我們怎麼排前面3個數字呢 也就是從5個數字裡面 挑3個嘛 對 從5個數字裡面挑3個 所以第1個位置 有5種選擇 第2個位置剩4種選擇 最後一個 中間這個第3個位置剩下 3種選擇 OK 所以我們這樣就得到我們的方法數叫做100 80兆 好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59頁立體屋 他說小灰計畫開著車帶家人出遊 當天的行程是賞聯 常觀綠色隧道 書院 老街跟工廠 好 那第1個問題他說 清晨或黃昏賞聯都很好 所以 我可以把賞聯排第1個或最後1個 所以這句話的意思是什麼呢 那就表示說 賞聯有2個 地方可以排嘛 對不對有2個選擇嘛 對吧 好來所以我們先把它編號一下 賞聯是A 綠色隧道是B 書院是C 然後老街是豬 然後最後工廠是E 編號一下 好 所以我們現在有 1 2 3 4 5 5個位置 好 所以賞聯它可以放在 第一個或最後一個 那假設我們放在第一個好不好 假設我們放在第一個 所以現在我們先排好了賞聯嘛 賞聯有兩個選擇 要嘛前面要嘛後面對吧 這兩種選擇 好 那假設我們排了 第一個之後 剩下的4個位置 是不是就是 剩下的4個行程去排對吧 剩下4個行程去排 那4個隨便排 那4個隨便排啊其實就是什麼 其實就是4階層嘛 對吧 4個行程隨便排嘛 OK 所以你就可以隨便排 譬如說 C 豬 然後再來 B 最後是1 這樣也可以啊 這也就是其中一種嘛 OK 好 所以2乘上4階層 所以答案會得到 48 4階層是 4 3 2 1乘起來 是24嘛 好 那我們看第二小題喔 他說為了避免太早 沒有營業 那工廠 他不要安排是第一個 那 為了避免形成 延誤 太晚 所以賞聯不要排最後一個 OK 所以他這邊的條件比較複雜 他說工廠 不要排第一個 然後他賞聯也不要排最後一個 這個好像 跟我們之前有看過的那種 數學及格 數學不及格 英文不及格 好像有點像對不對 所以 想到這種問題 我們就用 文式圖去處理一下 我們畫一下文式圖 所以左邊一個圈圈 右邊一個圈圈 右邊一個圈圈 那左邊 轉換一個 好 所以兩個圈圈來左邊就是 觀光工廠對吧 然後右邊是賞聯 所以工廠是 E然後賞聯是A 好 這裡是E 然後這裡是A 好 那 這個E跟A的意思就是 我左邊是 要觀光工廠排第一個 E排第一個 好 然後 A的話是賞聯嘛 他不要最後一個 那這個圈圈表示 A排最後 A排最後一個 A排第五個 OK 好 那為什麼要這樣想呢 我們就是 就是想說 那 觀光工廠不要第一 那賞聯不要排最後 那就表示 我看這個文式圖的時候 左邊圈是 觀光工廠排第一個 那右邊的是賞聯排 D最後一個對吧 所以我都不要的話 那就表示他是 在左邊圈的外面 跟右邊圈的外面 所以我的範圍 這一題的範圍應該是在 這裡吧 是兩顆圈圈的外面對吧 所以我們只要把所有的狀況找出來之後 扣掉中間 也就是 A跟E這兩個圈圈的 連擊部分 連擊部分 其實就是我們 這題的答案 對吧 好來 所以我們想一下 怎麼寫呢 來 我們就把 全部的排法 先寫中文 全部的排法 來減掉什麼勒 來減掉這個 A跟E這兩個 景點的連擊的部分 所以就是把這兩個圈圈的範圍找出來 好 所以就是E排 第一個 然後再來 搭配A 上連排最後一個 排5 好然後勒 中間會有一個 兩個同時出現的交集的地方 就是 E排1然後A排5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地方 扣掉 多算了一次 我們把這個 寫完之後呢 接下來 什麼叫做全部 隨便排 也就是什麼 5階嘛 對吧 OK 所以5階 減掉誰勒 來 E排第一個 那也就是說 我E已經確定他的位置了 接下來 等於是我 4個行程 隨便排 叫做 4階 那第二個狀況呢 A排最後一個 OK 賞連最後一個 那就表示說 什麼 喔 他位置確定了 那 前面4種 行程 隨便排嘛 所以也是4階 對吧 好 那扣掉誰 扣掉他們的交集 所以表示說 我的賞連排最後一個 那我的工廠也排了第一個 那表示這兩個人的位置 都確定好了 剩下三種行程 我要排在中間 這三個 所以表示這三個行程怎麼樣 隨便排 叫做3階 OK 這樣寫完 就是我們這題的答案囉 OK 那 階層部分我就 不再 一個一個把它寫出來了 所以答案應該會是 78種 好 接下來我們往下看 例題6 例題6也是有限制條件 他說 某個公司舉辦員工的 聯歡大會 那現在有知名團體 演出三個節目 主管 也準備兩個 員工準備5種節目 好 那現在我們知道說 這個團體他負責最後的 三個節目的壓軸 那其他的方式來 請看第一個 他說最後三個節目 順序都不能動 OK 他說最後三個順序都不要動 那表示 跟這個團體沒關係的嘛 我已經固定好了對吧 所以 我們總共有三個 三個團體的節目 兩個主管的 五個員工的 所以總共有十個 OK 共十個節目 OK 有十個節目 那接下來我們剩下 七個節目 是隨便排 對吧 所以 第一題其實很簡單 我們就是把這七個節目 隨便排 就可以了 叫做 七階層 OK 答案是5040 OK 因為不用管團體的 順序的 已經確定好了 好 接著我們看第2小題 第2小題他說 最後三個節目的順序 喔 是 主持人隨便排 任意安排 那前面的節目呢 我們是 抽籤決定說 是主管先 還是員工先 OK 所以 主管 跟員工的先後 我們等一下要考慮一下 然後 後面最後這三個節目呢 我們也是 是要看他的順序的 對吧 OK 也是要排順序的 OK 好 所以我們怎麼想呢 我們就 先把 這個 前面的節目先想一下好了 我們要先決定說 到底是主管先 還是員工先 對吧 所以其實就是兩種 就是要嘛主管先 要嘛員工先 所以其實 就是兩種選擇 對吧 假設我現在是主管先 假設現在選到主管先了 那 接下來 就會是 員工嘛 然後最後就會是 這個節目 所以我們順序都排好了 對吧 順序都排好了 但是這個時候 我們要考量到 裡面的這些節目 好像 可以換個順序 所以 假設我們現在是主管先 那主管有幾個節目呢 主管有兩個節目 那我們這兩個節目就要 排一下順序 OK 主管的兩個節目 可以換個順序 那接下來是 員工嘛 員工的五個節目 我們也換一下順序 OK 也排一下順序 最後 是這三個節目 OK 也是授權主持人 隨意安排 所以這三個節目 也是可以 任意的 排順序的 所以這樣子 搭配起來 我們就會得到 答案是 2880 種 狀況 那麼寫清楚一點 這個是 主管 先 或者是 員工 先 OK OK 看是哪一個線 那 2階的話 表示 主管的 節目去排 5階的話 表示是 員工的節目去排 然後 最後 3階表示是 團體的 OK 團體的 好 OK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立題七第六實驗 來這邊是 相同物的排列 來第1個 他說有3344666有7個數字任意排列 那可以排出幾個不同的七位數呢 所以我們把 2個3 視為是同一個 數字嘛 然後2個4 然後 3個6 OK 他們這幾組喔 去換順序是看不出他的 差別的 所以 如果3跟3換位置 我們要視為是同樣狀況 2個4換位置 我們要視為同樣狀況 3個6換位置 也要視為同樣狀況 OK 那我們怎麼排呢 我們就先把這7個數字 我們先看成是不一樣的 叫做7階層 先隨便排 那排完之後你會發現 這3 這個兩個3啊 他其實換順序看不出來 所以 這個2階啊 他們兩個是不能換順序的 我們要把他那個狀況先除掉 因為他們是視為同樣狀況 那 依此類推 我們的兩個4 換順序 我們也是把它視為是一樣的狀況 然後3個6 我們把它換順序 叫3階 也是一樣的狀況 所以除完之後 我們就會得到 我叫做210種 那這題的話 我老師先詳細的把那個 處法的過程把它寫出來 來我們通常是把 這個 數字大的先約一下 所以7階 是7乘到1嘛 3階是3乘到1 所以我們一約的話 上面會剩下誰呢 剩下7 6 5 4對吧 然後3以下就會被3階約掉了 OK 那下面2階乘2階就是2乘2嘛 好接下來就是做我們最後約分的動作 222 OK 224 然後 約掉之後就會剩下765層起來 所以答案是210 來再來我們看第2小題 小文他有8個相同的串珠 3個紫色 3個黃色 2個白色 那現在呢 我們要用一條繩子 從上而下 把這8個珠子把它串起來 請問 有幾種不同的串法 那好像是 跟上一題一樣的狀況 對吧 3個紫色 3個黃色 2個白色 也可以 換順序嘛對吧 但是3個紫色換 我們看不出來 3個黃色就換 也看不出來 2個白色就換順序 也看不出來 所以一樣 他是相同物的排列 首先我們一樣把 這總共有8個珠子 8個先隨便排 OK 但是隨便排的狀況 你會發現說 所以這3個紫色 好像 換順序是長一樣 對吧 那3個黃色就換順序 好像也長一樣 那2個白的換順序 也長一樣 我們就把這些狀況 有可能性把它 除掉 OK 所以答案就會得到 560 OK 那階層的計算 約分就交給 各位同學 接著我們看下面 立體吧 一樣也是相同物的排列 這個是很常見的那種 排中文字的 第一個 年年難過 年年過 好這個怎麼排呢 我們先看一下 年總共重複幾個呢 年總共重複了4個 對吧 然後難 只有一個 只有他自己一個 那過呢 出現了 兩個字 對吧 所以總共合起來7個字 所以 又是相同物的排列 第一題的話 我們先把這7個字 先隨便排 但是 這4個年是長一樣的 所以 我換順序是 看不出來的 對吧 OK所以把這4階的狀況 把它除掉 那 南的話是1個 叫1階 那過的話有2個 叫做2階 所以這樣寫完 答案會是 105 OK 那第二小題呢 他說 這個理清照在他生生慢裡面 有一些疊字 OK那 尋尋密密 冷冷清清 如果我們這樣排的話呢 那很明顯 尋出現了 兩個 密出現了 兩個 冷也出現了 兩個 清也出現了 兩個 對吧 所以各兩個 那也就是我8個數字先 8個中文字先隨便排 那 兩個兩個 重複 我們沒辦法 換順序嘛 對不對 看不出來 所以2階 2階 2階 再一個2階 OK 兩個兩個換順序 我們要視為是相同狀況 所以 最後 做完除法會得到 25 20 好 接下來我們看 立體9 來重複排列 第一個 現在連續丟一個公正的骰子 3次 依序記錄他的點數 那我們現在想像我們現在手上拿的骰子 骰子 的 數字是1到6嘛 所以我丟一次就是1到6其中一種 結果 丟第2次也是1到6其中一種結果 丟第3次 也是一樣狀況 所以每丟一次都是有 6種結果對吧 所以 6 6 6 丟3次 互相搭配叫做6的 3次方 所以得到 216 OK 總共216種 第二題 學校餐廳的主菜喔 有 排骨 魚排 雞排跟 豆包 OK有4種 那 小婷每天隨便 點1種 但是他可以重複點喔 OK可以重複喔 所以我們如果可以重複點的話 他可以 一週五天全部都點 炸雞排OK 他很喜歡吃雞排也OK啊 所以等於是說每一天都會有幾種選擇 每天都會有4種選擇嘛對吧 所以第1天有 星期一4種選擇 第二天也是4種 所以每一天 都是4種4種4種選擇去做搭配 所以是4的 5次方 4的5次方 答案1024 好 我們看最後一題例題詞 也是重複排列喔 第一個 這是經典題 來 5封不同的信 我要丟到3個不同的油桶 有幾種的丟法呢 OK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要在想 我們一封信 只能丟一次吧 對吧 但是油桶好像可以接收不只 一封信對吧 所以 是信可以重複去丟 還是油桶可以重複收到信呢 那很明顯是油桶可以重複接收到你丟的信 對不對 所以油桶是可以重複被選到的嘛 對吧 所以 你現在手上有A B C 足以 有5封信 不同的信 我們要丟油桶的時候 每一封 都有 3種選擇 3個油桶對吧 所以 第一封信有3種選擇 第二封信也是3種選擇 所以每一封信 都有3種選擇 所以最後就會得到 這個答案是3的 5次方 所以叫做 243 OK 所以可以重複被選的是 油桶本人 OK 油桶 最後一個 4個好朋友 他們要去喝下午茶 有5種飲料可以選擇 請問有幾種 點飲料的方式呢 所以我們來想一下 人要點飲料對吧 所以是誰可以重複被選到 當然是飲料對吧 每個人都可以重複把這個飲料 5種A B C 注意有5種飲料 每個人都可以點同一種啊 沒問題吧 可以重複被選到 所以 可以重複的是飲料 所以我們就想說 那第一個人 我就是5種飲料選一種 第二個人也是5種飲料選一種 每個人都是5種飲料選一種 所以 4個人就是5 乘了4個 叫做5的 4次方 答案625種 OK OK 好那我們總結一下這個 重複排列的狀況 你會發現說 呃 第一題是油桶可以重複被選到 第二個 是飲料可以重複被 那些4個人去選到對吧 所以表示說 我們選到的好像 可以重複被選的好像都放在哪 好像都放在 它的 底數部分對吧 所以我們總結一下 我們這種題目的話 你可以用一個比較快速的方法去想 就是 我們把它寫成兩個位置 OK 把它寫成兩個位置 寫成指數的樣子 所以這樣子就是說 我們這裡可以放 可以重複的 底數放可以重複的 可以重複被挑到了 然後呢 指數部分 就是不可重複的 OK 所以 我們回來看一下第1題 所以油桶是可以重複被選的 所以我的3種的3就寫在 底數部分 我的5封線就寫在 指數部分 那第2題的話 我的飲料可以重複被選到 所以飲料的5 5種 就寫在底數部分 那我的指數部分就寫 這4個好朋友 寫個4 OK 以上是 3-2排列的 席座題目 好處置